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部以美国国家安全局前雇员斯诺登为主角的惊险故事片 以斯诺登潜逃至香港开始 通过在酒店里与记者的交谈 以倒序的形式回顾了斯诺登成年后的主要经历 影片的重点和卖点当然是斯诺登在美国国家安全局的窃密和泄密过程 到底是危害国家安全的泄密者 还是呼吁保护隐私的揭发者 这是美国公众在斯诺登事件上开始就存在的分歧 导演奥利沃斯洞显然倾向于后者 在这部两个多小时的影片里 主角被描绘成一个聪明 甚至还有些讨人喜欢的爱国青年 这无疑也反映出导演要为斯诺登洗白的一种愿望 关于这点导演自己也不避讳 在电影上映前的宣传活动中 他就借机向奥巴马喊话 希望奥巴马先生能灵光一闪 找到赦免斯诺登的方法 但美国政府的回答是根本不可能 但毕竟是好莱坞大导演指导的 并有望角逐明年奥斯卡的影片 其对美国大众的影响不可低估 所以为了抵消这部电影可能所带来的影响 美国参议院情报委员会 在该影片上映的前一天 就斯诺登事件发表了一份调查报告 该报告否认斯诺登把自己视为揭发者的观点 并指他是一个心怀不满的雇员 他的泄密行为除了帮助美国的敌人之外 毫无好处 因为斯诺登泄露的材料大部分与军事机密有关 与美国民众的隐私没有关系 其实这也正是这部影片的硬伤 因为影片故意回避了这一点 导演Stone心里大概也知道这个软肋 所以他在影片中故意模糊了这一点 没有告诉观众 斯诺登到底冒着危险复制了哪些资料 是美国政府监视个人隐私的资料 还是有损美国国家安全的军事情报 还是两者都有 如果是前者 把斯诺登描绘成美国的爱国愤青 还有情可原 但如果是后者 则是不折不扣犯下了间谍罪的叛国者 这恐怕也是奥巴马拒绝特赦斯诺登 仍然坚持斯诺登应该返回美国接受审判的原因 虽然影片所表达的观点 与美国政府和大部分美国民众的看法相左 但并不妨碍影片在全美上映 正如美国媒体的一篇影评所言 斯诺登这部电影的意义可能在于 按照美国法律 一个犯了间谍罪 被美国众院谴责泄密 要求将他引渡和审判的人 他本人却被刻画成一个圣徒 其精力还能在全球电影屏幕 这样巨大的平台上展示 这是一件了不起的事 这恐怕就叫做自信 有趣的是 在影片高潮 微表示斯诺登事件在全球引起轰动 导演奥利沃斯顿特别选取了一些 世界各大媒体对斯诺登事件的报道和评论 而本节目三年前 对斯诺登事件的点评视频就在其中 而就在那段视频当中 我还曾预言 如果把斯诺登事件拍成电影 将有望冲击奥斯卡金像奖 我们来看一下 我在被斯诺登中引用的那段无声视频中 是怎么说的 那么今天的泄密者斯诺登的病情 显然更为复杂隐秘 甚至离奇 因为号称是为了捍卫公民自由的他 居然跑到了这个世界上 被公认为最严密监控他自己的公民 和最严格限制其公民言论自由的国家 这种荒诞举动 如果不是精神严重有病 一定是另有隐情 这个故事虽然目前仍扑速迷离 莫衷一世 但可以确定的一点是 综合了金钱美女间谍和中国元素的这出戏 接下来不管如何演绎 都有望成为明年奥斯卡金像奖的最佳剧本 三年后 在这一部确实有望冲击奥斯卡金像奖的电影中 看到我的这段视频颇感奇妙有趣 不知道宋先生有没有中文翻译 是否听懂了我讲什么 他选用这段视频 或许是对我这个预言的幽默回应 尽管在斯诺登问题上 我的观点与其大相径庭